那我刚刚就是提到说 道德跟法律的界限这件事情嘛 那我们会说你看到柯文哲的回应 他第一个他完全没有正常的社会常识 那这其实不只是社会常识了 这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 那一个政治人物的道德标准 他有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 有没有自己已经在心中的一把尺 而不是说现在被爆出来之后抓抓头说 哦那把尺我们要来订出来给大家一起决定 然后找了那个情业中心 后来二十四小时就被撤回去嘛 那这个是我们期望在政治人物身上看到的部分 那你在看到他回应之后 还有第二点是我觉得蛮不迟的 但是也很常看到 就是说他将民进党事可而止 但我们发现刚刚在讲的时候 政医委员也安插了我一个罪名 是说我得到的任务就是要打磕 我跟你说民主国家的人出来 没有任何的任务 我们的政党不是像民众党那样 就是一个主席讲的话 下面所有太监啊勾啊都听令了 不是这样子的没有任务 我们就是把心里面想的话讲出来而已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心中 或者是自己政党在道德上面的疑虑 还需要靠外界或者是第三方平台 来去规定你 然后他规定你之后 如果他规定的不合你意 哇司法破坏啊 这个政治操作 你们是不是民进党率领侧义 对不对 那他如果规定的是符合你的东西 那我想也很难 因为目前民众党里面 这种黑道的问题啊等等的问题 其实就是连环爆出来嘛 那我特别举到里面一个例子 因为我本身一时 所以我讲一下你看他这边讲到说 陈佩琪会建议打轮撞病毒 应该有部分负担的这件事情 我坦白说正在医师的立场 第一个当然这个东西是可以建议的 可是家人建议这件事情 会不会影响到一个北市府的决策 这是一定会 而且他重点是 他竟然认为公开的跟大家说 我的这个决策是我的太太建议我的 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荒谬的一个 民主国家应该要有的领导人 不应该要有的做法 为什么你看哦 他这样子讲完 尽管真的是他建议的 你真的听了好了 就算他真的是一个好的政策 接下来轮撞病毒的疫苗厂商 他会不会觉得说 哎呦那我是不是对陈佩琪医师来去做一个政治上的游说 是可以进到市府影响决策的哇以后台北市政府就跟我买几千几万支的疫苗啦 我就翻我就赚翻了 那类似像这样子的做法 他背后都会有一些隐藏的这种潜规则跟背后的政治语言 是说我的家人是有权利的 我的属下是有权利的 我的男友也是有相对的权利的 那这种做法你的确你很难 像哦那不然来告我啊 你这方式来查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间接的很难查的 可是我们站在一个政治道德的标准来去检视 每个人都有眼睛都看得出来吗 他就是一个施压 他就是一个家天下的概念啊